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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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公众佛学院要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题目 就是延续上一周我们谈到森保 那上一次是谈概念 概念新的认识 那这周呢就预备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看很多一些信徒 我原本以为说是初学者会比较跟出家人怎么样互动 基本的谈吐等等 我以为是初学者可能不懂 但是呢最近我发现有一些可能他就是在佛学班 他不一定来寺院有一些互动 他就上课我们讲课他来听 听完他就走 所以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学习 那有一些还蛮久的有来道场 当我看到原来一开口讲话呢 就是这样 比如说啦 我遇到一位居士 哎呀他看到这个共佛在天法会的主法 一宣法师 他就说 哎呀师父啊 你唱歌真好听啊 哎呀真是 他就形容 我就说 宣法师的凡辈唱售很庄严 他就说 对啦对啦 就这样 但他学佛很久 他连犯拜或者凡辈 唱售很庄严 很射受 这次佛门的表达看来还不熟 那对于赞叹出家人的这些 我觉得还是听众朋友们 今天先在空中佛学院先听听看 好 那我们就赶快一起来欢迎勇故师父 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空中佛学院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朋友 大家吉祥 在上个星期呢 跟各位谈过一些 就是僧团 或者说这个出家修行的 这些僧侣的一些概念 那么我其实后面 时间比较充满 我提了一句 我说其实在家居士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跟僧团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实有个原则 就叫做生事 生觉 生事 就是僧团的事情 由僧觉 就由僧团自己来处理 在家居士 其实如果对道场寺院 或者说这个僧团 出家人有什么建议的话 当然不要背后批评 应当是去跟他的主管 或者是说这个道场的负责人 去反映意见 那反映过后 这个生团或者出家人 怎么样去处理呢 那我们在家居士呢 就不再过问了 不然会变成是干涉生团的一些事情 毕竟这种团体难免会有一些事情 是应当团体之间 他们要去处理的嘛 那么但讲回来了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呢 应当是要让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 就是空中佛学院的这个学员们 有一些对于自己的行仪 跟生团之间 上一次讲生团的这个概念 那这一次就讲 我们在家团体的这个个人 应该要懂得的一些礼仪 那么我们讲说 这个出家众跟在家众的关系 其实出家人 我们称他为法师或者师父 那么等同是自己的师长 就是指导自己 不管是佛学或者修行上的老师 所以是应当要礼尽 应当要尊重的 所以我们原则上都说 三分师徒 七分道友 就是说这种老师跟弟子 或者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 占三分 那有七分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佛陀的弟子 所以彼此之间 其实也都是叫做同参道友 或者称为法律 彼此呢 出家人负责弘法 那在家居士呢 负责护法 当然以现在来说 有一些在家团体 或者是其实在家菩萨 也有修行很好的 那协助一起来弘法 不过整体上来说 就是还是要靠在家居士来护法的 那么我刚刚提到说这个称呼 其实我就从见面来说好了 见面呢 在西方当然握手为礼 但我们在佛教徒之间 见到面呢 应当都是和掌做礼 就是以和掌来代表问候 在寺院里头的师兄师姐彼此也都是和掌 那在家居士见到出家人 更加应当是要和掌 那当然在佛光山 因为开山中掌 星云大师他也创立了国际佛光会 把佛教带到这个全世界上去 是国际佛光会这个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有他见面的 除了和掌之外呢 还有一个莲花指 就是把这个中指跟大拇指扣起来 其他三指竖起来 其实各位看到佛菩萨的圣像 常常会看到一些叫手印 佛光会就采用了这个莲花指 这个手印来作为见面礼 所以和掌也可以 莲花指也可以 那当然原则上传统上来说 还是和掌 但和掌之后问候什么呢 这个法师您好 法师吉祥 师父阿弥陀佛 像这些都是很普遍的 那另外就是我想提一下 刚刚提到的这个师父 因为我有时候会接到一些信徒 他会要写问题来问 传真或者是留个纸条 那我看到上头写的这个师父 师是师长的师 老师的师没有问题 父呢我看过有三种写法 一个呢是这个父亲的父 一个呢是这个父叫付费的父 第三个呢是这种 专门的比如说这个大厨 长厨师父 或者是木工的 这个木匠师父 那种专业的这方面的 有一个人质编 另外有一个这个负 就像这个一个斧 一个寸这个字 就是其实我想跟大家提的 就是其实正确的 普遍的来说 我们会采用父亲的负 就是其实法师指导 我们修行学佛 跟我们的关系 如师如父 所以叫师父 又是师长 又是父母的 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这方面 那么另外呢 有的时候我听到 这个在家句是写字也好 或者口头上称呼 比如讲 而师父我来问你 你说怎么样 你 其实在我所受的教育里头 当我们对长辈 要称呼代名词 应该是这个你 下面要加一个心 就有一点鼻音的 您就表示尊重 所以而且也不是说 我来问您 不是这样 而是有一种对于法师的这种 当你要提问的时候 你可以讲 师父我想请您开示 请您 带鼻音的那个铃 有一个心 你的下面有个心 我想请您开示 或者师父 我有一些问题 想请示您 请示您或者请您开示 这都是非常得体的一种问话 不管是电话或者见面 都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 我们现在比较常 比如说 比如你跟法师同行好了 那么过去呢 我们说跟师长同行 要退后 这左后方半步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礼貌 那么除非是说 你一路要跟法师就是交谈 你总不能让法师一边走 一边回头 为了你的走后半步 那他可能注意不到 他前面的路就不太好 所以他招呼你 没有关系 一起走 那也都可以 那么另外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进出电梯 上下楼梯 通过那个门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礼仪 我觉得是很美的 叫做让道 让道 就是让师长先行 您先走 您先请 您先请 像这样 让道一下 不要跟着法师挤电梯 挤这个出入门口的 这个窄门的地方 这样就不好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一起照相 那一般比较大的位置 比如讲主位 叫做上中前 上座要坐上座 这个拍照的时候 正中央那个位置 这一点 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 随时几个人就围上来 师父我们要跟你拍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往往是 他们熟的人挤一堆 然后把法师摆一旁 这样不太好 这样拍出来 真是一笑大方 所以应该是很自动的 大家应该有这样概念 就是 法师我们可以跟您一起拍照吗 方便吗 你要先问 不能偷拍的 然后法师有准备 好可以 然后你们就平均分两旁站 让法师站中间 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位置 那么这个上中 然后走路走前面 再向上中前 那另外比如说 假设啦 有机会跟这个法师 要一起用餐 我要很强调一点 就是你既然跟出家人 一起用餐 拜托你也一起吃素吧 你就是说 我去素食店吃灾 这没有问题 那去外面 在机场在哪里 像这一些 你要这个 它可能是自助餐 什么都有 那我们出家人 可能就去挑生菜沙拉 这个问看看 这个叫Spaghetti 有没有素的 这个Mushelin White sauce等等这些 它是素的 我们可以吃 那您呢 就配合着一起 甚至要帮法师 帮忙端盘子 真是叫做 有事地址福其劳 所以我简单的呢 就在今天的空中佛学院呢 把我日常跟信徒互动的时候 发现到的一些 疏忽的地方 那么提出来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呢 不妨把它当成是国际礼仪 这是对宗教人士的一种尊重 我想大家会 会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护法的三宝弟子 祝福大家奥弥陀佛 我们下期见 谢谢顾师傅 今天上了这个课以后 让我自己也学到了 应该要有提升我自己 对于佛门的一些 礼仪上的观念 现在可以放长 看我一直合着长 听着师傅讲完以后 不敢放长 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 心灵花园 千万不要走开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 心灵花园 我是汪卫 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室 也有我们的 永顾师傅在我的旁边 顾师傅你好 王伟还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继续我们的心灵花园 对师傅 这个上半场 我们刚刚才上完 这个空中佛学院 又让我觉得自己感觉到 回到这个学生时代 所以刚刚我看你情不自禁 几次都一直要合长 对对 自从上个礼拜 这个共佛摘天法会 因为合长合得蛮久了 合到觉得太自然了 就不想把它放下来了 所以威仪就养成了 没错没错 那师傅啊 基本上呢 我知道在三月二号 也是我们这个人间学院的开始 我相信师傅 平常呢 不管是在节目当中 还是在寺院里面呢 看到我们呢 都跟我们提醒到说 哎 大家不要忘记哦 三月二号就是我们的人间学院 要开始了哦 对 那师傅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 在今年的2014年的重点在哪里 好不好 人间学院呢 它就是全面性的 对于一个人 他真的走在人生这条路上 他又要能够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 然后又可以美化生活 又可以多采多知 所以这个人间学院的课程 是包含是跨社会学跟佛学的 哦 所以不是像人家觉得说 哦 人间学院应该都是 全部都是在讲佛学 呃 不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名称叫 人间学院 学院 嗯 我们有把它定名叫佛学院 对 就是因为它包含的 比如说 我刚刚讲 韩阔有社会学 有佛学 那这个社会学呢 就是在 比如讲 如果以儿童来讲 赞同学院 这个中文学校啊 对 这个也都在人间学院 只要在教育的体系下都是 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就对了 那另外 像每个星期天 我们早上都十点共休嘛 对 那下午两点 都有叫星期讲座 哦 星期讲座 那星期讲座呢 原则上每个月的 第一周的课 几乎都是佛学的课 嗯 但这个的佛学 因为它叫星期讲座 它其实是为了 社区上 这个完全都没有接触佛教的朋友啊 普罗大众啊 都适合听讲的 所以这个星期讲座的第一次的课呢 都是基础概念 哦 对 因为我看到那个课程表 我知道师傅排的话 其实就是非常的好 就是说 有很多人 因为每个人对于佛教的认识 或基础都不一样 所以我有看到那个课程的表格 师傅有安排说是初级 哦 那个是佛学班 哦 那是佛学班 另外一个系统 我先从社会学讲嘛 好 那这个星期讲座呢 除了说 每个月第一周的 星期讲座 比如讲呢 认识佛教啦 对 或者是 基本的学佛行仪啦 佛门常识啦 佛学问答 这些都是 为没有佛教概念的人 可以讲就叫佛门第一课 哦 对 那这个是安排在 星期讲座 那除了这个之外 星期讲座的第二周 第三周 就会多数是 比如说健康 医疗 文学 尝试 甚至于是 比如讲说 三月份来说好了 三月份 第一周 这个是开学典礼嘛 没错 那会宽法 是佛学讲座啦 那第二周 就是我要来讲 这个认识佛教 把整个佛教的架构 基本概念 还有你学佛要 从哪里入门的 这种基本认识 第二周的这个星期天下午 那第三周的这个星期讲座呢 我们其实是安排是 义工讲习会 义工讲习会 所以你已经是义工 或者你想要来佛光山 参与学习怎么当义工 参与义工的行列 那都应该要在第三周 就三月十六 下午两点 一起来学习 那第四周呢 就是三月二十三了 早上是大悲战法会 对 下午呢 这个星期讲座安排的 是个人报税至多少 所以是跟我们生活 是相关的一些话题就对了 那第五周 是人间佛教读书会 这个召集人的培训 就带领人的培训 那另外同时进行的呢 是因为早上也有归宜典礼 就三月三十号归宜典礼 新归宜的人的座谈会 就我们兵分二路 同步进行 你看一个 我都没有讲到佛学班 我只是说这个星期天下午 你早上来共修或者没有 但总是下午就可以来 那像四月份 那个中间的 那个星期讲座的第二周 第三周 这些都会安排是健康讲座 像类似这样 我们也会每个月都会公告嘛 那这个还是讲星期讲座 那另外像各种才艺班 像有这个书法 插花组啊 我知道了 烹饪啊 素食烹饪啊 还有比如说有这个乐器啊 二胡啊 这些 那另外比较养生的 你像这个 Yoga 瑜伽 太极 还有这个 那个叫什么 养生舞啊 一种叫圆极舞 圆极舞 对 这类都跟 生活上面有关的 像这些 那么中国节啊 这些手工艺 我们最近还找到一位老师 他用那个 类似像丝袜那种材质 然后做成的那些花 作品好漂亮 做成花啊 哎呦 那真的有机会 要好好的欣赏欣赏 他的作品 我看到的时候 这个真的很专业 很好 那总是就类似像这样 那这些 我都还是没有提到佛学班 我先把一般的 这个社会大众 或者我们听众朋友们 如果不是那么认识 我们一直在推动 人间佛教的佛光山 不是那么认识的话 可能会一听到我们说 哦要开学了 就是要来听佛教的道理 其实不是 我刚刚提到的这些 全部都是在 人间学院里面 那包含我们还有合唱团呢 对 我们还有龙师团呢 最近呢 我们马来西亚佛光山 送我们二十几面 好大的鼓 哦真的哦 我还要在 他们还要送老师过来 现在还在办这个手续 它叫做二十四节令鼓 二十四节的令鼓 那总是这个我们讲节气 二十四节气嘛 它叫二十四节令鼓 这些通通都是又可以 是兴趣吗 叫兴趣班嘛 也是才艺 叫才艺班 它其实也是健身养生 各方面都有 所以那可以说得上是 这个老少都可以来 嫌疑 没错哦 我们还要开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班 大家都会电脑 但是我们要教老菩萨 这个非电脑族的 还有语文课 英文是一定要开班的 像这些 好 那这个我现在才要再进入 就是佛学班 对 那我知道我们时间差不多 可能详细的 我在下个星期呢 来说这些课程内容 就是详细的讲 但我想提一下就是 佛学班的编排 它会按照初级跟中级 就刚刚你提到的 对 你去看了那个公告嘛 初级跟中级 然后有分语言 国语 广东话 还有英文 那今年呢 本地的人在申请说 可不可以有 这个叫英文的儿童班 或者叫儿童英文佛学班 真的吗 我们买以法设筹备中 他说是应家长要求 你看小朋友 用英文来学习佛法 那我们大人怎么可以不学啊 对啊 我们大人怎么可以 输在小朋友的步伐后面呢 就是啊 那当然还分区域了 还分区域 道场以外 东边有万景佛学班 西边有瓦特鲁佛学班 那往Downtown Toronto呢 今年也都会固定要开班 我刚刚就在想要 跟师傅提到的 你说我很替这个 Downtown的朋友们呢 非常开心 因为今年师傅终于呢 有办法安排呢 在这个Downtown的这个地方呢 提供给我们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是 所以我现在暂时 只能提到这种概念 那详细哪一些课 还有为什么会排这些课 适合哪些人听 我想下个星期天 再跟大家分享吧 没有错 那再次非常感谢 所有听众朋友们 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 也再次感谢 顾师傅今天到我们节目中来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佛教的礼仪 还有一些资讯 那如果听众朋友 想要跟我们 Downtown多佛观三世联络的话 欢迎您来电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你也可以上网来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三个W.fgs.ca 再次非常感谢 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 空中再会咯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